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上次金马轮分享会中有很多人提出一些问题 当时没有时间 所以我们今天抽个时间进行一次答疑 有的同修来不了在网上 有的还在别的国家 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当我们在槟城植物园在喉咙地 很多同修发出吼叫 不知为何 这个有入放出心中的怨气 不知我们会吸到其他人的怨气吗 他可能是问 人家这么吼了 是舒服了 我会不会倒霉 而我发出天语 一种我不懂言语 而后转入藏言唱诵 有一些语句提起宗格巴大师 结束着当日仰手仰望蓝天 发现了一群蜻蜓在上空盘旋 天上挂了一道彩虹 心里一片祥和 你看哦 你这个练完了 然后这个仰望蓝天 心里一片祥和 那你吸到人家的怨气了没有啊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 那这个 这个不是普通的一种怨气的 这个说是他压抑了很久啊 什么他有怨气啊 所以是在这种场合发作出来了 他不是这个 这个叫什么 叫灵动 灵动是什么 就是我们讲课提到 你有个肉身 一般人以为这个肉身是自己 但是它只是一个载体 就是一个气 就像这个柏云一样 它只是个气 里面能装东西 所以你的肉体是不是你 不是你 哎 那个这个肉体里面的有一个尊主人 他是你 他是什么 他是灵 灵魂的灵 我们华人所说的灵 好 那么这个 这个是我们在佛教里面 他提到的叫神识 这个部分 你为什么会思考 你为什么会走路 你为什么这个活着的时候 手 胳膊腿 身上都能动 是因为你体内有个神识 在主宰的 那这是佛 这个佛教的一个用语 但实际上我们华人就直接叫灵 灵魂的灵 这个灵不大 它这个可以变成一个很小的一个光子点 这么大小的一个点 所以我们叫一点灵光 误入红尘 然后入了这个身体以后 通过这个在体里面 通过这个肉体 来消灭我们自己的业障 来了缘 那么这个就是要重视 那么我们这个灵外层包着一层 实际上我们如果细细的透进去研究 是包着八层的 比较密的 这个影响你这个灵 它在中间嘛 这个灵好像这是这个灵点 我们把它放大了 这个灵点 灵点它这个一个点 一个点是晶晶透亮的 这是你的一点灵 也就是你的真我 那么它因为这个外层包着什么 包着你今生业障 就是你的所有的善业 恶业 这些变成的一个布把它遮住了 遮住了它透不出光来 所以它就从中央往外看的时候 它投影的很多的都是 我童年的朋友啊 我青年怎么样啊 我中年怎么样啊 这个就是不同的这个影片 不停的在自己的这个记忆库中展现出来 也就是在这个幕布上面 这个电影幕的幕墙上面展现出来 所以是那你根据这个圆 今生这些密切的圆 所以你在不停的什么 不停的在完成着身口意的无主轮回 什么叫无主轮回 就是你是被动的 为什么是被动 就是灵没做主 是你自己投影出来了 比方说 我突然几年想起我的父母了 我的父母在老家 我一年都没有见到他了 好想爸爸 然后怎么样 回家 因为你看到了这一幕 父母的影像 动了回家的念头 买了回家的机票 然后终于回到家里见到了父母 这一切的一切的起因 都是什么 都是你心这个灵的面向 看到了自己父母的影像这一幕 然后你发生了身口意 后面的做动作行为 这个你就容易理解 所以我们这一世你是被动的活着的 但是我们修行者要变成 让真主起来出来做主 真主起来做主干什么 就是我现在到底要怎么做 要回老家看父母呢 还是我有比回家看父母更重要的事情 哦不行啊 这里有更多的像父母一样的人需要我 所以我不能这么自私自利 放下这么多的如父如母的众生 回到自己的家里去 只为自己的父母而见他一面 而耽误了自己的工作 耽误了一个重大的一个法会 重大的大会的一个工作 那这对不起更多的人 那这个你的灵我 你的真我 他起来做主的时候 是有定力的 就不会被这些什么 去染或者牵着走 不会说想到父母 回到父母那去了 有些人为什么他也经常被开除 就是老不遵守纪律 为什么 他回到父母那去了 他不工作了 请假半个月不来了 结果他到父母那去 又父母说 你要去看看你二舅啊 二舅在这个美国啊 这个得癌症了 他又请半个月假 又去美国看二舅了 到他二舅呢 说你三姨也不好 他老是被这些圆怎么样 牵着转 他没有自己做主 说不行啊 我再不回去 我要被开除了 我要工作为主 我有了钱 我才能帮二姨 三姨治病 才能帮二舅治病 才能帮父母 能够过好日子 你定力足的时候 你回到工作岗位上来 这是你当下应该做的事情 你不应该乱逛世界 为什么有些人一辈子倒霉 一辈子不赚钱 都是因为被动的 被这些业力因缘 牵着走 自己从来没有做过自己的主人 所谓的戒定会的定 就是你在当下的时候 不是你做主 是灵做主 灵做主刚才说 哎我不能回去啊 是父母很重要 但是我如果回去 我这相父相母的更多的众生咋办 定住了 没回去 所以说没回去怎么办 那父母也是你要照顾 哎打个电话嘛 现在又有视讯嘛 是吧 在这个电话里可以看到他们嘛 那跟他面对面看的是一样的 打个视讯 爸妈最近好吗 好好好 好 你要好好工作啊 我这下个月还需要点什么钱 你看你工作了 你再给我寄点 哦你说不能离开工作岗位 赶紧好好挣钱 没回去 这事也办了 智慧 智慧 所以今天科学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智慧的方便 那讲到这个话题 为什么讲这个呢 就是说 哎我们的灵 这个被压抑在里面 一层布两层布 刚才说只是包着精神圆 上一世的圆呢 再上一世的圆呢 所以离我们最近的圆是八世 所以佛法里面强调是 今生父母你要度 还要度过去七世之父母 七世是什么 七辈子 你要度今生父母 你要度他的祖先 哦 也就是你的爷爷奶奶你要度 爸那个外公外婆你要度 为什么你的爸爸妈妈特别孝顺 说哦 那他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很孝顺 他们的爸爸妈妈你也要度 你才能让他真正了原 哦 往上九足 你都要管 为什么 是九层布 九层布包着你 我们是说中央一个是亮点的话 外面至少是八层 按八卦来讲 后天的遮掩 八层东西遮盖着你 是你透不出来一点光 闷在里面 这个灵他就会很闷 所以这样的时候 什么时间 你才会爆发性的把这个业障释放出来呢 那如果是十时勤浮事 无时惹沉 就像一个在上面沾的东西 我拿纸巾擦一点 拿抹布擦一点 这样十时勤浮事 你染了几辈子 甚至是无时劫染的业力 怎么去擦掉 你用仪式怎么擦掉 说是用爆破的方法 大家知道这个楼 搞工人来拆 我们现在这个大楼 说不要了不要了 要盖新的发展商来了 要盖成新楼 我要把它拆掉 我如果是人工拆 我拆上三年可能也拆不完 但是如果用炸药按上去 一炸 然后瞬间 都倒了 推推机一推 那一两个月就拆完了 所以是为什么在持住的时候 哦啊哄 哦啊哄 哦班杂撒到哄 这个哄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个力量怎么样 哄炸开 炸开 炸开你就通过从中央一个点爆破 核心爆炸 叫核原子弹爆炸 这一炸外层的东西怎么样 都就咔哄裂开了 一裂开以后怎么样 释放出去了 释放出去了 我们只要把它释放出去 我们体外的就是什么 无炼光 因为近虚空变法界如来性光 充充满满 无处不适 只是你这个肉身 你这个肉身又臭又硬 自己用了自己的这个东西 做了这个又臭硬硬的一个壳 执着这个是自己 然后把自己的东西包在这里面了 它出不来 如果把这个炸开了 那不就出来了吗 说我们只需要内修 不需要外修 而是向外修世人行邪道 向内修世人行正道 内修啪一炸 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粉碎掉 从场性上粉碎掉 那它的业障就出来 所以是这一位同修当时是什么 他就在那个灵 我们在那个特殊的那种场性中 阴阳碰撞 劈啪放电 劈啪放电 他说一点光 他就要把整个业力释放掉 所以这个叫灵动 灵寒 不是人在寒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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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了 把它的业力释放了 那这个一释放 它释放的不是一点 它是整个爆炸粉碎性的释放 所以人整个都有大变 大量的业力变成了光 都换了它这些 包裹着它的 纠缠着它的这些众生 黑子变成了光子 它呢 人整个都亮起来了 健康也好了很多了 所以它在释放的过程中 它会不会影响你呢 不会 你跟它不在一个波道上 因为你的灵 跟它的灵 你灵外层包的一些因果业力 跟它因果的业力 不是在同一个波道上 所以你们虽然在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空间 但是你们是在不同的波道上 什么意思 我们这个世界有没有鬼 有在哪里 就在我们的楼外面 如果这个宅子不正宅 楼里面也有 那你看得见看不见 看不见存在不存在存在 为什么你这个 看不见它也存在 不在一个波道上 你在U波道 它在八波道 你这样去理解 只好这样理解 所以你跟所有的人 同处在一个时间空间 你们俩也不在一个波道上 比方说你们现在在听老师讲课 你们在一个波道上吗 不可能 那有的人在想明天佛低什么号码 那个在想 哎呀股票跌还是涨 哎呦今天吃那个饭没滋没味的 下次要找个好地方吃 所以你们 你们的那个 根本就不在一个波道上 你不要以为说 你人在这儿 肉体在 你的心灵不在一个波道上 啊 什么时间 我们为什么要共修 共修就在一个波道上了 啊 就在这个同频共振 都在这个波道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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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就 你也在释放 他也在释放 好了 哎这个 所以是大家要知道 共修力量很大 可以帮助彼此 所有的形成的一个共性 共同场 因为那个时候不大妄想 那么虽然都在一个波道上 你们彼此因为业力不同 所以说不会彼此影响 不会说他的业力跑出来了 跑到我身上来了 啊 医生会 你是个医生你去给人治病 哦 他的业力跑出来 哦 你帮他 我就是要整得他胃疼 就是整得脚跟疼 你现在不让我整他 我整你好了 哈哈哈哈 这是什么 这是怨恨转嫁 但是你们彼此做同修 你修你的 他修他的在一同一个 不会有这种的 这个担心 他出来的东西跑到我身上来了 不是 不是这样的 所以不要去担心这个 基本上说是 刚才这种都属于什么 都属于这个灵上的东西 那这位同修也讲 他是在那吼我 那好像是在说一种 听不懂的天语 你们在五十节生死轮回中 有做过畜生 有做过天人 有做过阿修罗界 阿修罗叫人非人 也有做过地狱众生 也有做过恶鬼众生 所以是 那么你在六道中的经历 在灵动的过程中 都要释放掉 都要从这个灵周围把它释放掉 就是从这个明点 外层都要释放掉 当释放到某一个空间的时候 你是做阿修罗的时候 你就会讲阿修罗界的语言 那个语言人是听不懂的 讲天语天音 人也还是听不懂的 你们听着天上的雷是轰 闪电 人家听着 不是这个 天人听着 哎 这个音量怎么这么小 我要调大一点 所以又是一个大雷又来了 咔 然后这个闪电又来了 那个比原来闪电还大 这个你要知道这个天人的语言 音声跟我们也不在一个不道 所以是那么 所以听不懂不要去管它 你要说就让它说完了 释放吧 释放就把它说完了 就是说你最后又转到了一个藏音 就是用藏语去 那你这辈子都没学藏文 你为什么会说藏文啊 那很简单 这不是附体 这是什么 这是你的八十库中 关于上一世或者更前一世的 你在藏传佛教中修炼的时候 那个意识的释放 在八十库里的东西的释放 说不会送的这儿也会送啦 里面还有什么 宗科巴大师的一些赞文啊 赞语啊 所以我们实际上这一生 你只要把自己赤裸裸的展现出来 你的灵展现出来 你的八十中很多秘法 你早都练过了 只不过你这一生忘了 你跟他 跟前生前世 第八的也始 你不能进行联通 所以是导致你什么 你不会用 你还要重新再学过 但有的人一学就会 为什么 你昨天会的东西今天复习了 复习了 当然你就会得快 你昨天不会的东西 今天现学 当然学的就慢 所以是在八十 为什么我们经常说这个人灵性强 这个人的慧根好 就是说 他上一世是个喇嘛 他上一世 这一辈子是个漂亮的女孩 上一世他是个喇嘛 喇嘛就是个男生 所以不是说男的一定转男的女的 八辈子一定转女的 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你就懂了 这个三世因果 所以是 那么你上一世学的东西 或者再前几世学到的东西 都没有丢 他能量守恒 物质不变 没有丢存在哪 存在你的第八阿雷一世库 这个里面 所以是在特定的灵光即活的前提下 他会释放出来 这都属于灵感 灵动 灵语这个层次的 不要去追求 有的人很愿意追求 哎呀这个挺好的 我今天怎么练功没有 你这样胡思乱想 就有一些外道 动物灵或者这个 胡黄蛇鬼之类的附体 这一附体就麻烦了 所以是人不能追求 不要去追求 不然追求在师父带场的时候 那不是师父一个人在 他们有的眼光通的人看到了 天兵天将啊 地神啊 这些 全部在周围守护着 就像有卫队一样 就像有卫兵 有警察看护着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 你跟师父上山 你想喊就喊 想叫就叫 想打滚就打滚 你不用担心有那些邪灵附体 也有我们这个疏忽的时候 这个护法疏忽的时候 你像上一次熊老师来传功 我们在金马轮 就有几个人被附体 几个人被附体 他们不小心破了我们的这个卫队 破了金刚城 然后进去了 因为里面有一些人在烂追求东西 他们借着那个缝隙就跑进去了 结果闹得几个人出状况 我幸好我在场 我立马把那些东西给收了 收了以后 驱住了 然后 厂再兼顾了 砰 那些人都去挣扎 不然每一个都像精神病一样的了 出了问题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为什么要有师父 为什么修行人不能自己孤修独炼 孤修独炼风险十分多 因为你身上只要有点光了 那些胡黄蛇鬼 动物灵体 他就很喜欢去沾你的光 有的他力量比你大 他就不是沾光 他直接躲你的光 你光给强跑了 但是你有师父有什么好人 这个人是张卜生的学生 哎 这个人没什么本事 你不要惹他 他的师父是张卜生 这个家伙可厉害 整天打雷下雨的 闪电的 他老骂人 他这个在法界里臭名远扬 他这个人家是菩萨 这个慈悲我们 那他来了一定又放电又放雷的 那不要惹他 那不要惹他的师父 不是惹他的徒弟 惹他的学生 惹了不好玩 所以他就不惹你了 这就好比是说 你谁都可以去惹一惹 你不要惹李光耀嘛 对吧 你不要惹李显龙嘛 他这个威势全是大 那你惹了惹了 那这个一般人就是算了 那这个警察说 你跟李光耀的儿子 你跟谁在一块 那你这警察总得翻几个眼珠子 看看怎么处理这个事吧 所以是你的后面的后台大 后台大就要想一想 所以是这就是什么 因为师父他持正修 不是师父厉害 他有一个不对 是法界派给他的天兵天将 他有一个军团 他代表着一个军团的 他是军团指挥官 所以是一般人就很少惹这个正修门内的弟子 但是你不肯正修 你不肯皈依 你不肯在这个里面体系内修炼 你自己去孤修独炼 那这个他们就没有人保护你 没有人保护你 那不就麻烦了 所以是以前对这个皈依特别的重要 就是你皈依谁 哪个师父门下 除了我们三皈五见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僧 所以是我们在密法里面 一定要说皈依上师 上师就是你的亲教师 谁在带你 你向谁交了保护费了 你们交了学费了 就等于交了保护费了 这个惹了你 保护你的人就出来了 大概举个例子是这个样子 所以是在老师代工 引领你修炼的时候 你不要去担心 有事师父会处理 哪一个不正常的师父也会处理 但是自己孤修独炼 就要解戒护肠 一系列的 比方说交给你们孔雀明王咒 大黑天心咒 金刚萨陀咒 这些度母咒 你要请 请到度母 请到金刚萨陀尊来了 他的护法也都来了 他有随众 就像我们的总统出行 有卫队跟着 对不对 那你观音来了 你这个金刚萨陀来了 他有随众 有不众 他来了 他一定有卫队也跟着来了 那就是护法也跟着来了 所以你只要在前面做了这些 一般你修法之前自己孤修独炼 要持孔雀明王咒 这个 然后 这个要送这个大黑天心咒 这个我们之前都是强调过 教过的 那么再送金刚萨陀心咒 现在你也可以送绿度母心咒 因为我们传了度母法了 这些师尊们都后面都有保 这个保安卫队 就是护法 我们在专业术语叫护法 所以是要重视 所以就不要担心 所以是那么你为什么送了这个 这个藏颜唱颂什么的 你这个心里会一片的祥和宁静 那这个你在送的时候 这个力量由灵发出的力量是很大的 所以是把这个附在灵外层的这些冤心寨主 借着你过去式的一些修炼力和今生的修炼力 都把它超度走了 超度走了 在这一刹那你的业障就清静了很多 所以你就会感觉到一片的祥和 内心的宁静 那这都是正常的 这是应该有这样的现象 每次修炼完都应该体验到自己内心 比刚才更宁静了 内心更喜喜乐了 有一种喜悦 法喜充满的感觉 请老师详解人体网脉是什么 它与脉轮有何不同 可对应或借大自然来念 就像在金马轮灵动时 借大自然之地向玄武诸雀 青龙之玄地来念吗 离开金马轮当日在半山腰灵动后 感受到了身体所有的毛孔都打开了 同时感受到温热和清凉 这是不是开了网脉 我们体内的这个重要的脉很多 这个其中有这个认多二脉 毛友二脉 那么这些还有我们的中央中脉 就是从顶轮从百慧到慧音的这个中央脉 那么这是五个纵向干脉 就好像是我们的一个鸡蛋 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像我们就拿这个球 这个球呢 这个是都脉 这是任脉 这是毛脉 这是有脉 加一个中央的这个中脉 所以这一撑以后 你的这个身体就什么 就骨胀了 因为这个就是纵向脉 纵向脉 然后呢 它还需要什么样的脉 才能够成型呢 所以要有横向的脉 懂不懂啊 有横向 就像地球一样 不是有净线 还有什么 位线 才能定位嘛 所以我们的人体呢 通过这个这个纵向的 跟横向的脉 这叫代脉 缠绕 最后就形成了一个球形的 中间要有一个顶天立地的东西 把它一撑 就撑起来了 四面有东西撑 中央有东西撑 周围再加上横向的代脉的连接 把它锁定 不要乱跑 哎 这你的身场就起来了 那在这个身场里面 它就像我们地球的 境线位线一样 它是三百六十个境线 三百六十个这个位线 都是可以 因为它是球形的吧 就可以有划分的很细 那么这个连接起来的 就像一个鱼网一样的一个结构 这个在我们的身体的体表 就形成了网脉 形成了网脉 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 那么我们人修炼 就是要修复自己破损的身场 你原本是个气球 这破了 破了你就要把这补上 为什么补上呢 你不补上 你往里充气 它就都漏光了 为什么我们修不漏身 眼耳鼻舌身意 六根都要不漏 那只有不漏 你才能装住东西 装住东西 它才能成一个球 这成了一个球 你人这么大 结果你自己修炼的水平 你这个球有多大 也就像一块磁铁 一块磁铁小小的 但是它的磁场很大 虽然有的磁铁很小 它那个磁场很大 你弄个铁铁在墙外 它都可以吸进来 不是你的肉体多大 是量级里面的量级有多大 那你这个厂性就可以释放 那释放厂性的覆盖 是以什么覆盖 以你的网脉覆盖 就像这个地球这么大 这个小皮球就这么大 平方球更小 斗铁更小 但是你的身场越大 你肚的众生护 匹护的众生越多 所以这个就是修网脉 修近虚空变法界 同体的一个精密 那么这个网脉要怎么修 你现在修的都还没修到网脉 你要到二年级 为什么让大家次第修炼 一年级只是一些基础的东西 达地基的东西 我们叫清地平积 清心消业 清地平积这个层次 到二年级才开始进行十二经络 七经八脉 那么这些灵动八法 对这个润度二脉 毛友二脉 这个中央干脉 代脉 这在灵动八法 三方祖师留下来的灵动八法中 都要修炼 修炼要修脉 要吃窍 窍在哪 所以是那这些 你都要老老实实的上课 那么通过灵动 是不是能完成 光凭灵动 是神动行不知 行不随 或者这个神知 食自己的主观意识 食神跟不上去 那你也不能完成 这是大家要重视 先天和后天要结合 我们叫后德志 就是你在成就人生以后 你要学大量的知识 你这也就是我们 为什么要拜师 为什么要到处寻师求法的原因 就是一定要找到懂这个的老师 他才能教你不是吗 你学会计要教懂会计的 你学音乐要找那个懂音乐的不是吗 所以你要修这些脉轮 修这些脉线 你要找一个懂的呀 不是说他只会教我念经 只会教我做善事 那这个人就行 不是啊 不是啊 这是属于专业的修炼 那你就要找懂的 那不是通过一个灵动就能完成的 还要有后天的这个学习和掌握窍 掌握窍 这样才能把自己破了的这个网脉给修复回来 那才能做到这个天网灰灰疏而不失 就是网是有网口的 但是实际上这个网口都是金刚网 它根本那些东西进不来 不能侵害你 所以一个人网脉修成的人 几乎没有什么病啊 你说有的人说 老师到底我网脉修成 那你还有病没病 没病了 然后几乎没病了 不是说一点没有 因为他这邪亲不来 这个外邪 他拔邪啊 风啊 寒啊 湿啊 他亲不进去了 这个才能证明自己的网脉真正炼成了 所以大家不要心急吃热豆腐啊 吃不了的 你要慢慢来 一个世间法一定要一年级二年级 小学中学大学的这样上 一个初世间法 这一生你要成就不再斗六道轮回了 你就想那么贪便宜 上了一个课 或者我去跑去一灵动就完事了 不是这样简单的 释迦牟尼的弟子在释迦牟尼活着的时候 就是一些随行众 五百阿拉伯汉两千大菩萨 是这样跟着佛陀 每天修啊 练啊 在身边服务啊 这么正果正出来的 这是你们要尝亲近师父 亲近道场 师父越来越忙 老师越来越忙 怎么办 亲近道场 这个道场 我准许他们把之前讲过的很多课程公开给你们 这个不同层机的 你按次第修炼 已经都成型的课程一年级二年级 甚至三年级将来我们逐渐也会开放 就是网络学习 DVD学习 那么现在还没开放三年级的 那是属于师资班的这个 那么到了四年级就开始练 体内的能量练单了 这里面待会有个问题 是关于单道的问题 所以大家也知道修炼成佛 修炼成真 你不是假 你不是说 有的人说 老师我天天念这儿啊 我天天诵经啊 没用 所以是古人在这个 大家要看西游记 西游记里面 这个菩提老祖要叫孙悟空 教你个念经法 不学 不能成佛 不学 不能成道 不能了生死 不学 教你一个拜颤法不学 不是说拜颤法不好 不是说诵经法不好 因为他不能了生死 了生死 它是一个系统工程 是一个大科学 非得要找到师父有诀 教给你 你才能够懂得 怎么去真正了生死 不是拜颤念佛就能了生死 而这些呢 就是提醒大家惊醒 不要说我只是一个灵动 是不是我就能够把自己的这个脉线修出来 这里面还要有很多后天的窍诀你要掌握 这个要拜师求义 所以我们这一生实际上是很有福了 那么我公开的很多的师徒传承中的窍诀 这在古代你要寻遍千山万水才找到 但是今天有一些人他没有智慧不珍惜 不是真正的实证 这个不好 至于说你的这个浑身的这个感觉温热清凉是不是开了网脉 这都还不是网脉 这都只是体内一些东西通过毛孔啊 是这个进去的热或者释放出来的热 是热释放出来感觉到清凉 这跟网脉还没关系 如果网脉真修成了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男的这个这个阴镜会塑成童子一样的 搞完会收到自己的浮腔里面 叫马阴藏霞 女的这个大小大阴唇 就是这个外面的这个女性特征这个 会塑到童女七八岁的样子 你这个看小姑娘七八岁什么样子 你那个部分阴部搜索成那个样子 你的网脉就练成了 只有网脉的人才练成了才练 那胸会扁平到这个童女时期的样子 也就是没有发育乳房时期的样子 所以女性真正修成的人 她的乳房是越来越小 不是越来越大 那这是因为里面练经化气 她都给她化掉了 男的反倒胸越来越大 为什么她这胸腔的这个胸肌 是个胸火扩起来了 所以是为什么大家看观音菩萨 看这些菩萨到底问是男是女 师父说不男不女 因为不二的 她也不是男神也不是女神 她是超越男女神了 所以是这个将来你们随着功夫的这个增加 慢慢去理解 但是真正晚卖修成的人是这样的一个外表体征 发生的变化 所以是不要以为练练灵动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不是这样 这里面很多的东西都要练 最终才能达到马银残下 自己回到龙女献猪 那这个童女童真身时代 那这个时候才有希望 叫什么 转女成男身 为什么 你到童女时代 你就没有立嫁了 没有立嫁了 那跟男子汉不一样了 你都是大姑娘一个了 都政治青春期 那这个没有立嫁了 那不就跟这个童女就要翻老黄童了 有的人说老师 哎哟那我也翻老黄童了 我都没立嫁了 因为我五十多岁了 那你要把立嫁练回来 练回来 最后再练断它 这个叫展翅龙 这功夫是来不点半点假的 不要只是会点嘴皮子道 在那啪啪啪啪说 能说就以为自己有道 不是这跟道差的太远了 真功夫差的太远了 三 是否我们练功时阳性越强大 阴性也强大 但老师说我们修炼是修阳啊 为什么阴性也增加了 如果是好 如何是好 如何平衡之 驾驭之 阳性越强 阴性也增 会否阻碍修炼 是如此我们为何而练 这个为何而练很简单 要成佛才练 这个问题 你不是为了练阳而练 你是阴跟阳都要综合成光 一个阴的电子 一个阳电子 啪一放光 放光就成佛了 身体都是这样的无量光 没有阴没有阳才成佛 不是练阳才能成佛 所以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人体是一个太极图 太极图里面有阴有阳 有阳性的能量 有阴性的能量 所谓的纯阳体是阴和阳放光了 没有阴阳才叫纯阳体 如果你只是纯阳没有阴 那你就被火烧了 火山功德能焚尸焚了 自己起火了 有一些人看到一些人 睡着觉自己起火 就把自己烧死了 这是什么 体内的阴不治阳 阴还要治住这个阳 阳才不能够偏 变成孤阳跟孤阴 所以独阳没办法生 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能生孩子 那只是有男人能不能生孩子 他不能生 孤阴不长 什么意思就是 只有女的没有男的能生孩子吗 也不能生长 你不能也常养万物 你不能养育万物 所以那一个阴跟阳 碰合在一块生成光 这是万物所有的 不单是我们人要重视的 万物都是这样的 阴阳配 然后才能有生生不息 所以你体内 自己体内又有阴 又有男又有女 所以今天我们有个话题 叫同性恋话题 这是男的为什么他喜欢男人 女的为什么喜欢女人 实际在太平洋中有一种鱼 这个都是这个雄性 没有雌性 但是一到他这个要水温合适 气候合适 他要开始这个繁殖的时候 很奇怪 就是这些 这个雄鱼 会自己转性成雌鱼 跟雄鱼 这个他这个 转成雌鱼以后 他变成什么 排出缆 那个雄鱼排出金 金蓝 在水中结合 又生出小鱼 化出小鱼来 这是我们自己 到底是男是女 这个 不是你外表的一个特征能决定 而是说 你遇到了一个什么缘 遇到了一个什么缘 激活了你体内的什么东西 女的你如果激活了你体内的阳性 那你跟一个另外一个激活了自己体内的阴性的 那你们就可能变成一对这个女性的夫妻 因为彼此靠彼此的阴影 但是就这个是一个生理上的一个现象 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教育里面有一些问题 所以说导致环境造成了这个同性恋者大量的激增 所以说要把这个环境改变 就是阳刚的东西要刚起来 该温柔的地方要温柔起来 这个就整了 那么我们今天是阳刚的不刚 该温柔的不温柔 这就出了问题了 这个社会外环境出了问题 我们人体内环境也出了问题了 所以说到这个问题就是说 阴跟阳配才能放光 才能放光 所以说我们修炼就是这么一个阴阳配 就是体内的阴和阳在体内要放光 那么当你去修炼之旅也好 或者是一段时间你精进修炼也好 这个时候因为你采进了大量的这个地阳和天阳的东西 所以这个时候你原本是阴阳平衡的一个身体 它这个阳大量增加以后阴不平衡了 就是阴没有增加它就不平衡了 所以那么这个时候呢 一定要浮阴 浮阴 浮阴 浮阴使阴升高和阳来怎么样 在另外一个高度上再进行平衡 再进行这个平衡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产生出一个什么现象呢 就是这个人 现在原来特别好的一个人 现在特别坏 这个原来很赞赏师父的人 现在老说师父的坏话 但是你说他说师父的坏话 他又不肯跑 他还在赖在这个机构里面 实际上这个时候你们这个同修就知道 噢 这个人在过关 过什么关 大家要允许他说坏话 甚至要跟他一起说坏话 为什么 这个叫同道 同道就是你要知道 他现在是在阳过高了 修炼之旅完成了 他阴上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不要去劝他说 你不要说啊 你这个你跟他一起骂师父 一起骂道场 哎呀他就爱你爱的不了 哎同道 你但是你看护着他 为什么 不要背离这个道场 不要脱离这个道场 因为脱离道场 这个就不能再跟老师学 所以说哎 虽然是骂老师 虽然骂道场 有时候还来 这样护着他 护着他到一个时候怎么样 哎他阴阳一平衡了 哎呀我要忏悔 前一段时间真对不起师父 前一段时间真对不起道场 哎他自己觉醒了 因为阴阳在高度上平衡 但是是不是原来的他 不是 他现在已经在一个很高的层次上了 很高层次上实现了阴阳平衡了 那这得注意的是一些什么人呢 有一些人就是 我不顾家庭 我要修炼 我不顾人间的事 我要修炼 我要成佛 哎这种人比较可怕 这种人是什么 这种是大家要知道的 他偏阳了 偏阳的人 他往往用于什么 他就是 就是激进 然后毁坏自己的 这个世间法的基础 这个就是破坏力很强 因不怕 因他只是 因为他是柔性的 他只会说说做不出来什么 阳他是极具破坏力的 我工作不要了 什么我也不要了 世间的事我都不管了 结果一下子乱七八糟了 因为这个里面有刚性 有爆炸力破坏力 这种很可怕 你们这个新加坡有这样的一些 就是不懂阴阳的这些在修道的 那他们这个到这一生都很可怜 为什么 就是把自己的基础 经济基础毁坏了 群众基础毁坏 没有朋友了 没有兄弟姐妹了 没有父母 就是都还活着 都不理他了 成了孤家寡人了 就是 我在等阿弥陀佛接我 什么时间死啊 完了我后来来救的 帮他们的时候 我就说 你这样吧 我今天带着刀来 我成全你 我一刀帮你杀了 看着我 你要杀我 我真杀我 刀掏出来了 我说你不是要去极乐世界 现在念佛 我一刀把你杀了 你敢杀我报警 我说我可以请到阿弥陀佛 我现在一刀把你杀了 你就去阿弥陀佛那里 我还有很多事没干完呢 你看他要不要去阿弥陀佛 他不去 这就是什么 表面是阳 实际上是阴的不得了 毁坏了自己的这个世间的一切的基础 一切的这个世间法 记住 什么是佛法 佛法不坏世间法 逢是坏了世间法的 通通不是佛法 一言以蔽之 记住 不要说阿这个人了不得了 阿这个 为什么这个人我要去治他 这个孩子从美国回来 然后人家这个一年没回家了 过春节嘛 说阿呀这个爸妈在新加坡 我回来陪陪他了 他就干什么 他跑到寺院里去念佛去了 孩子信基督教了 天主教了 他不要跟他在一块儿 怕他不能成佛 他自己就是不顾孩子的爱心 他跑去念佛去了 老师念佛有什么不好 你连个爹娘都不是 连人的良心都不是 孩子从美国专门买这机票回来 要跟你过个春节 你居然把孩子撂在家里 你孩子的心瓦凉瓦凉的 你这是度众生还是害众生啊 后来我这个人就不服气 我就去整 我要去杀了他 当然是吓唬他 哪里是真杀 我不说你要成佛吗 他最后知道错了 教育过来了 把道理给他讲求 再加一点强功把他救过来 后来还不错 把孩子给孩子道歉 所以大家都知道佛法不坏世间法 坏了世间法了 统统不是佛法 是魔 现在以魔法时期 大家都是很多人在修魔 以为在修佛 因为魔的子孙后代 入在佛门中传法 教法的这些 你们不能够明辨 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老师到底怎么去明辨 佛法不坏世间法 释迦牟尼说的 凡是坏世间法的 都不是佛法 那世间法跟佛法 这个出世间法是格格不相入 谁跟你这样讲的 释迦牟尼说 人成佛即成啊 你连个人都不是 你还想做佛 你何有资格啊 哪里有资格去做佛啊 那么这个 我们的这个世界美好去奋斗 为什么这次搞一个世界文明大会 我们叫世界共荣文明大会 就是你要为这个世界 娑婆世界的众生着想 一定让他们过好日子 一定过上快乐的日子 这就是人间净土的建设 离不开物质的发展 科技的发展 物质和科技的发展 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安逸 条件越来越好 今天没有空调 咱们在野地里讲课 你看你坐得住不 一会儿就热跑了不是 那你不感谢这些空调吗 你不感谢这些建筑师吗 这都是什么 这都是科学啊 你为什么要去反科学 科学污染了 科学污染的人的思想 不是科学污染的人的思想 不是物质越发达 这个人的思想越反动 你到了极乐世界 人家都是用黄金盖房子的 那污染了吗 对不对 那这飞行器都是 一转念就到了他方世界了 那个飞行器太快了 比飞机还快 对不对 那污染了吗 所以大家要重视因啊 表面上不可怕 羊的 孤羊太可怕了 会摧毁我们修佛的基础 你是说过急 我们在古人说过游不急也 什么意思 你过分了 你学佛学到过分了 你修炼修到过分了 我前两天干骂我们的工作人员 这个一上班 这个开晨会 先练半个小时的工再开会 这哪像个企业 你怎么为什么不练八个小时的工呢 那就不用干活了 大家天天来领工资 来练工就领工资了 这就是以佛法的名义在坏时间法 不进行这个物质的世界的创造 不进行科技生产力的提升 在我研究历史的时候 研究到五宗灭佛 历史上好几个五宗没方 周五宗 唐五宗 为什么会灭佛啊 就是过分了 在唐五宗灭佛的时候 十个男的七个出家 不用交税 这个家里有个出家人 整家不用交税 然后这个出了家 这个国家给黄粮给他家庭 就是这家人都可以不种地不创造 就可以靠这一个出家 有一个出家的就来养活 过分到这个 整个国家没有收入了 七个男人都出家了 这有三个劳动力了 然后整个这三个劳动力 要养整个的老人 整个的社会 整个的这个我们的财政 今天的术语叫财政 国已经开始承受不了了 所以最后才出现五宗灭佛 这就是过分了 自私自利了 不管这个社会 不管这个国家 不管这个国民收入 所以说我们学佛者 很多的东西 你们是要担心你们的这个孤阳 对世间法的摧毁 对世间法的不认同 这个病要治好 不治好 你很难 很可怕 很可怕 阴不怕 阴因为阳已经站到高位上了 只不过等着阴来跟我平 这个阳暴涨的时候 这个不管阴的时候 只有孤阳 不去求阴的来平衡的时候 很麻烦 表面上是正法 实际上是 变着法的闲魔外道 就是要摧毁你的一切 修炼的物质基础 我们今天新加坡人 都出家了 都修炼去了 会有什么结果 你想想 会有什么结果 没人做工了 飞机没人开了 这个汽车没人开了 这个垃圾工没人去扫地了 那这个世界不毁了 那如果是说 人家都要去做工 凭什么你不要做 你不是人吗 说是那么 有些国家表面上 特别有一些宗教表面上 他们是你们看到是知足常乐 实际上是惰性使然 就不去为这个社会 不为这个人间净土 贡献一份力量 不让人间变得更美好 比方说尼泊尔我们去了 大家觉得很好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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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懒惰是然 他们是不是说不 呃 然后不去做工 就是在天天修佛 不是啊 吃喝玩乐啊 所以大家在这个阴阳平衡这个点上 一定要记住一句话 阴的上涨不可怕 阳 孤阳 无阴中和的时候 太可怕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学佛者 要有虚空的海量的包容 有人骂师父 师父听到了 生不生气 生气你还是师父啊 为什么不生气 你是虚空 虚空会生气吗 你如果修到空性正见的一个师父 还会生说 某个人在下面说你的坏话 某个人说道场的坏话 你还生气 这个师父不跟也罢了 你这样让人拍马屁说好话 这是个魔 这不是个佛 真佛就虚空一样 好的我也包容 不好的不是也包容吗 这有什么 我是太虚空了 我都是我的子女啊 我是上帝了 都是我的子女 我是如来葬了 我是虚空葬了 那谁能使我 我都如如不动了 谁能撼动我这个清净心呢 所以大家要明辨是非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不生气 那么你们修炼也要做这样的 就是要重视这个当一些同修 你发现他去了这个金马轮 或者去了一些地方修炼 哎呀他开始怎么好像 哎呀逆反修道了 开始说道场的坏话 开始那个 我都听到了 不是听不到 但是要知道帮他 帮他 帮他什么 就是帮他一起骂师父 帮他一起骂道场 但是你这个时候你是清醒的 你知道你是为了帮这个人 你不是真在骂 是不是 那你就更厉害了 因为你这样过来了 你这样过来了 所以作为我是一个过来人 修行也是这样的 当自己的量级升高到一个时候 那就对师父 对师兄弟有很多的意见 八糟的话也说 但是呢 师父听到没 听到 你再过了这个时期 跟师父去跪下叩头 师父对不起啊 我前一个月 我这疯子一样 我到处说你的坏话 妈到处 师父说你不回来了吗 回来了就好 你看 这就是我的师父 这就是榜样 不计较 不计较 你回来干什么 你骂过我 你说过我 你肥膀 你滚蛋 你不要再 我不见你 那这不是我的师父 所以大家要知道呢 在同修中间 和乐 就是你要和他们同事 就是他骂你也骂 他说你也说 但是自己知道是在帮这个人 不是真恨 要清醒明了 做同事 你跟他做同事 你才能帮到人 所以当他阴阳平衡的时候 他算是建立在一个高度上的阴阳平衡 新的一个量级的 他就已经超越了自己 你这样才能过52个阶级去成佛 你否则老挺留在一年级 你都没这种激烈反应 那你很难成佛 所以是不要害怕 所以这位同修说 这个怎么办 如何是好 如何病 不用 你加强修炼 那这个怎么样才能不退到 你看我的师兄弟很多都退到了 无论是跟熊老师学 还是跟这个满意上师学 都退到了 这就是说 当阳的增加的时候 他阴上来的时候 他没有把握好这个心的平衡 阴的不得了 一路阴下去了 这就麻烦了 所以怎么样才可以不退到 告诉大家 窍诀 出离心 菩提心 大悲心 什么是出离心 就是你要知道 真的有六道轮回 这个太恐怖 所以说 我再怎么骂人 我还要修炼 我再怎么骂师父 我不认这个师父 我去找别的师父 我还要修炼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就是坚定的出离心 在你的内心深处 落地生根了 我不跟张不生了 我还是去找别的师父修炼 好 出离心 在作用 我不跟张不生修道了 因为这个家伙没有慈悲心 我去找个有慈悲心的师父 我要普度众生 我要利乐友情 好 你的菩提心在作用 菩提心在作用 我看到众生我就受不了 我要赶紧解脱 张不生这个坏蛋之力 没什么好东西 我要去找好东西 大悲心释然 所以你要看到这个出离心好的人 菩提心大悲心 你为什么不去帮他呢 他是不是就不修道了 他只是要坚定的继续修 那你要赶紧帮 但是也有些人怎么样 没有出离心 没有菩提心 只是被动的这个耗 或者是被别人这个感染了 看人家都这样 我也赶紧这样 他没有出离心 这种很可怕 在这种阴生的时候 往往就退道了 就这辈子不修炼了 我们OSS平台度人到现在六年 这个前前后后来上课的呢 那天盘点了一下名单呢 就是不算人次啊 有的人人家已经上了一二三四年级的课 那这还算一个人 就是人头了 我们说不算次 那一千多个人 真正现在留在这个道场 还继续修炼的呢 大概积极分子还有三分之一 偶尔法会来的呢 还有三分之一 还有三分之一干脆就不来了 但是我注意去调查了一下 这三分之一不来的人 都去哪个道场了呢 No 没有再去任何道场修炼 去做红尘凡夫 去财色明事水 就是追求这些财啊明啊什么的 原来他们到这来各有动机 什么动机 你们知道这个为什么要加入一个团体啊 加入团体以后我好卖东西给他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这有人呐 我在别处找不到这么多人呐 一个法会来一千 一个法会来几百 那这边安认识一下名片 事后他底下不是引导着大家一起修炼 干什么 卖东西 卖保险给人家 我是装修的 你要不要我帮你装修 他这是目的 这有人 然后来搞这个生意 把这当一个生意的一个场所 不是真的有处理心 菩提心 大悲心 这些人呢 我从来没觉得可惜 因为动机不良的 动机不良 这另外的三分之一还跟着走的 我觉得可惜 就是我当时没有教育好他们 所以他们没有真正生起处理心 没有真正生起菩提心 所以我后期我为什么给大家引进大圆满 就是上来一个你就要把这个出离心搞定了 上来一个你把菩提心搞定了 为什么不停的教你们法 出离心要知道真的有六道轮回 真的很恐怖 修金刚撒陀法 修到给力的时候 你在修法的时候 你会看到那个六道众生 做畜生做恶鬼 你无意间你会关到他们 关到他们以后 哎呀真的有啊 那真的有我就不能不修炼啊 不修炼我这死了这辈子 我就不下去了吗 哎呀这个恐怖 寒忙倒数 坚定修炼 这是修金刚撒他可以启发出来的 菩提心 那你修好自己的这个度母法 教你们的度母法 度母法修好了 每一个不升起大悲心的 因为他是观音菩萨的一滴眼泪 本身就是观音菩萨大悲的结果 化成说他这个催情催大悲很厉害 很厉害 所以我现在对你们比较重视的就是一个 出力心和菩提心的培养和大悲心的培养 这个为你们不退道立下了一个根基 说不是老师多士又教这个 又收供养了 为什么要收法供养 你一点供养没有 你就求了这个法 你不知道珍惜 同时因为没有供养 你又没有功德 所以说供养是功德 师父回向之后 你这个功德力 化成的业 会变成你身体里的金佛的那个功德 那个德水 那个金业 所以这些道理你不懂 所以为什么在命了日巴大师 他求法的时候 马尔巴大师就跟他要 要贿赂 现在人就要贿赂 给我钱给我钱给我钱 没钱没钱拿个布袋子出去讨 讨了不允许吃 全部拿回来供养我 他就是这样折腾了 所以大家要懂得这个 因为上师他真正到以后 他本身已经知道这些都是什么 过眼言云了 你有一百个亿一千个亿 那都是虚的 死了什么都没有了 他自己都明白 他要他干什么 只是把自己作为一个福田 让弟子趁他活着赶紧 你多增加一些功德 他那钱拿去什么 你看这个马尔巴大师当时 那么多钱 那么多弟子供养他的 都干什么 都去养藏区的那些贫穷老百姓了 他都拿去捐了 他替谁捐 不都替你捐的 都替弟子捐的 他用来建道场了 因为他当时跟着他修学的人很多 要吃要住要什么的 对不对 要供养这些人 所以王重阳祖师当时也是这样 王重阳祖师到我们山东去收弟子的时候 然后他就找到马丹阳 马丹阳是我们山东木平最大的地主 整个县 木平县一半土地是归他家的 这个他老婆叫森波尔 所以是完了以后 王重阳祖师见马丹阳 就是我要度你们夫妻两个成道 成神仙 这俩刚好又好这个神仙之道 这是挺好的 那你有什么条件吗 那当时是个叫花子 王重阳视线的是一个穷要贩的 叫花子 这是想你这个叫花子 我不是管你个饭吃 给你个地方住 给你一身新衣服 那你这个就应该教我了 王重阳说 不是这样的 说你来 把家里的土地的地契都拿来 地契拿来以后 你要把家里的主人 这些长辈的都叫来 叫来当着他们的面写一个文书 把这所有的地契都变成我王重阳名下的 张补生如果现在给你们要房子 你们早都跑的一个都不是 人家是不但要房子 所有的地契都是土地 一半县城一半的土地都拿走 这个孙伯二一看就甲贝尔给他老公 意思不要听他了 这个疯老头 原来是骗钱的 两个就出去了 不拜师了 出去了 出去这个马达阳说你干什么 然后孙伯二说 你看这么个大骗子吧 来到我们家 把我们家业全部拿走 这容易吗 这是你祖上的 马达阳说 这个有点道理 原来是个骗子 说不跟他学了 不跟他学了 过了几天 这个马达阳说 如果是个骗子也没这么大胆 他要我们一间房 一想地也就不错了 怎么 为什么把我们家全要 看他不是一般人 所以我们又没有儿女 这个地产留着也没用 那问问这老头 他要这个房子干什么 要这个地干什么 然后就去又找这老头问 王重阳说 没什么 就是我将来呢 这个会有三千个人 来你这个马甲庄 来这个修道 那我要给这些人准备资料 说是你的地租什么东西 都归我名下 然后我再由你去管理 已经过去给我了 然后你去管理 你管理干什么 就是那这个是我的钱了 但是就是养这些师兄弟 哦 王重 马达阳一听 原来是这个 他说这个可以 真是他族人不同意 但是这个说什么东西 就是师父拿钱干什么 他自己去吃喝玩乐 他自己去幸福享受 他还是见道场 他还是什么 所以你要看 你有眼嘛 你不是有耳听 你有眼看 看他再做给你看 那他就在为你做功德 收了你的供养 收了你的会员卡的钱 他拿去 是不是拿去自己 变成自己的财产了 还是拿去建道场了 还是有更多的 令未来更多的人 在这个平台上去修道 去在全世界 建那三百个点去了 所以是 那有的人说 老师你多事 你要建三百个点 那我问 我这一辈子 还能活多少年啊 地球上有三百个中心 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我一天去一个 有这样道理吗 说三百个点 到底我能去几次呢 那老师都不能去 他建这个点给谁用的 那不是给你用的 你有本事赚钱建道场吗 你没那个本事 但是你现在有小本事 那你就支持师父 把这个道场建了 道场建了 师父又去不了 那派你去了英国 派你去了马来西亚 派你去了这个加拿大 那这个道场属于谁的 那你用了一辈子 你在那吃香喝辣的教学 那之前是师父帮你建的 那这个账你们会算了吗 那是师父的 师父死了 死了还是师父的 对不对 那不是你在那传法 你在那传道 那不是给你们建的道场 给个掌声 你们这些傻瓜 所以说 这没智慧的人 师父要三百个干什么 三个就够用了 我要三百个干什么 我没事一天换一个 一年走三百六十五天 天天逛道场去了 所以说 这个讲这个故事 是感触阴跟阳的问题 就是最近有一些人也是阴的不得了 就是听说师父要搞这个 又搞这个越搞越大了 他的阴性挤发出来 里面有嫉妒心 忿恨心 抱怨心 这个 反正什么心都出来了 这是说到阴跟阴 但是 你只要有 出离心 出离心 菩提心 大卫心 OK 你一定会摘上自己的阴 给他们一个掌声 好不好 你们也要有这个 窍诀 就是不怕阴的增长 怕阳的暴增 破坏自己的功德海 火烧功德林 然后只要阴的在增 他在说坏话 又不肯离开这个道场 你们要看到他是没有问题的 有的人他是说 哎呀我老师我到你这来 我又不要工资 我又不要 我一听我说阿弥陀佛 我不要你 为什么 他来是搞破坏的 他来这边不要工资 他看所有拿工资的人 他都觉得你们不正常 你们怎么可以赚道场的钱 你们可以怎么赚众生的钱 他是来搞破坏的 这不是来帮我建设的 你不拿工资 你就是一个 这个 你偶尔做义工是对的 你这个 是你的功德 你说你这个 跟我一辈子也不想拿工资 我这一看你就不正常 你有父母 有兄弟 有老婆 有孩子 你到我这不拿工资 他们这个怨恨心 不都到我这来了吗 对不对 所以我一定给你发薪水 发了钱 你去干啥是你的事 你的钱 你去作孽 是你的事 你的钱 你拿去做工的 也是你的事 是一定是属于你的给你 所以现在很多道场跟我们不太一样 就是你们来都要做义工啊 不能够谈钱的事啊 做一辈子义工 老死在这儿 人家出家可以啊 如果是家里真有老娘 真有爹娘 真有孩子 你替人家想过了吗 你的慈悲心大悲心在什么地方去展现啊 你的菩提心又在 他来这儿是修道啊 还是来制造全家的怨恨呢 那么制造了全家的怨恨 弄了大家都不修道了吗 这不起了很大的破坏力吗 这不是一个修道者啊 你这个贪啊 你这个师父贪 希望人家跟你一辈子一分钱不要 然后跟着你 都是功德 不是啊 他家里没怨恨 都是功德 一家人都到你这儿做一共功德 哎这一家人真了不得 结果孩子上学没有钱 家人爹娘治病没有钱 你又不去管人爹娘 又不管孩子 那你这个师父是有问题的啊 所以大家要去明辨这个道场的是非 那要看凡也者倒着动 所以大家要重视 因不可怕 抱羊很可怕 表面上我在修道 表面上我在什么东西 实际上这个太可怕了 这个刚才这是借着这个阴阳 最终要达到一个平衡 如果这样的人出现在我面前 我怎么对峙 我说好了 你呢不要修炼了 回家种地去 去工厂做工去 有些人他就做工 修炼不做工啊 我就不让他修炼了 我说你去老老实实做一个儿子 老老实实做一个父亲 老老实实做一个社会的一分子 那你就真修道了 你要对峙他的那个阳 你用阴就是让他退道去对峙他 不要让他在这个暴障 助长他 哎呀我这样对的 你看我多伟大 我什么都不要钱 我又在帮道上 他这个是假的 是抱羊 我们是阴跟羊都要综合到没有阴阳 达到真光的水平 不是羊的不得了 那就很可怕了 火烧功的灵 总有一天他看不惯了 修个屁道啊 这是什么道场啊 他看不惯了 火烧功的灵 一把火不修灵了 以前有一个马来西亚的道场 很大的一个道场 是一个大富豪供养的 成就的 这个道场声名远扬 结果呢 突然他家里人得哀症了 得哀症了以后 他就就是想 我这是供了观音那 这个庙啊很显灵 这么多人都来朝外啊 他就去跟观人求 说观音菩萨你帮帮忙 这个能不能把这个 是不是啊 我做了这么多好事 能不能这个什么 你看 结果还是不显灵 他那个亲人过世 对他打击十分沉重 不修道 从此退出 这个庙要卖 这个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事件 就是他要拆 他拆了又觉得不值钱 还是卖了 又卖一点钱 再把自己的损失找回来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抱羊导致的报音 最后这一生就毁了所有的功德链 所以大家要检讨自己 你真的有出离心 真的有菩提心 真的有大悲心 坚定的人 你说你要奉险余生 没有无钱无挂了 这是好事 因为你无钱无挂 不需要钱了 道场给我一口饭吃 我一辈子给你做义工 不是给我做义工 是给你做义工 因为你要度众生 你要完成你的使命 只不过借了道场的平台 这个账还要算清楚了 有的人找我谈工资的事 你看老师 你看我来公司 我给公司做了多少多少多少事 你这个薪水才给我这么一点 我就跟他算账 我说你看看你值多少钱 你先要搞清楚 你不是来帮老师 这是第一点 你来找工作是帮自己 你的孩子要钱 你的爹妈要钱 首先不要说是帮了道场 帮了老师 这个念头就错了 你是一个来帮自己的人 不单帮自己的活着的人 还要帮了死去的人 还要帮自己后面的冤亲债主 是你要度你的众生 你要借这个平台使用 不要说我来帮道场 我来你看我做了多少 这个就很可怕 这是什么 抱养 你说我是来为自己 我在这道场也服务了众生 这是什么 阴阳平和 阴阳平衡 对不对 又有自己又有众生 这不是平衡 你只有自己没有众生 这不平衡了 很可怕了 只有众生又没有自己 这也很可怕的 所以这个世间人都是 没有众生 只有自己自私自利便凡夫 修道人变狂魔的很多 为什么 只有众生没有自己 这就是变狂魔 这个是很可怕的 因为你没有为自己的 世间的东西去圆满它 所以我们修道者 一定要在这个地方 我既有众生又有自己 我在中间找平衡 因为你自己的事 当然要自己聊啊 自己的儿女自己养 自己的爹娘自己供 对不对 自己的事情自己干 怎么可能你不管 不管爹娘靠谁 不管你的儿女靠谁 你这是不负责任 连个义德都不具备 连一个骑马的 做人的责任都不尽的人 这是很可怕的人 这是狂魔 修佛 修到狂的 这是魔性的张扬 这不是佛性的展现 你慈悲 连自己的家人都不慈悲 你叫什么慈悲 你告诉我 你怎么可能对别人慈悲了 这不是假的吗 哦 所以大家要重视 这个 当我们修绿度母时 胡觉的整个人漂浮 我身外身想要出体 老师如何是好 这个度母法 它是一坐五修在里面 一般的度母法呢 这后面他们有问到的 一般的度母法是什么呢 就是 他们只是修到了这个 第一步的 第一步的 修好的是修到第一步 第一步是什么 第一步就是 之前给大家讲的 就是属于事业部的度母 事业部的就是求度母 拜度母 然后求度母放光显灵 来帮我 那这都是事业部的 但是你真能求到了 这个属于事业部秘法 你修成了 因为显灵了嘛 对不对 我求重佛地重了 显灵了 我求病好了 显灵了 你看刚才那个大财主 他弄了个观音庙 最后不显灵 什么原因 那当时报纸一出这个消息 我一看 里面个狐狸精在装观音 对不对 那狐狸精哪有本事去画掉他家里人的因果啊 观音菩萨就不同了 他真显灵 他可以画得动的 所以这也很可惜 他连个事业部的都没修到 真修到事业部的千求千显灵 万求万显灵 真的好用 这就是事业部的 你不要以为事业部就是那么容易修的 真求什么 所求 悉灵满足了 应验了 所以我之前讲秘法的时候给大家启提到了 就是你到底你修秘法入了没有 入进去了没有 成功了没有 就是看你的所求是否得到满足 这是一种检验 一种一种就像考试 考试一下 看看自己灵的波 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事业部的 那么第二个是行部的 行部的是什么 就是你要跟这个 你比方说你修观音法 那你就跟观音是一个人 要一模一样 那这个时候必须没有自己 所以你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那这个行部方法失传了 秘法里面修行部的 很少有人知道窍诀 这个要求你什么 就是心间明点 从百会出体 为什么我们必须要重视中脉通 中脉通练以后 你的头顶百会一定有个洞 破法法不是死的时候修的 破法法是修中脉 要通过这个明点 把这个头顶的这个 动练出来 是中脉畅通的法 这个不通 你行部 没办法完成 为什么 你那个心间明点 你不能够出体 你进入观音心中 不能进入这个度母心中 所以这个就修不成 但是你们中间很多人修过原神法 修过原神法二年级的课程的人 就是你原神只要出了体的人 你的中脉都被这个原神 这个性体怎么样 带的已经通了 有的人头上已经神 这有好几个洞了 所以这个都是 这是比这个藏密法更殊胜的 这个传统道密里的内容啊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说你修度母的时候 老师在行部的时候 一定是要把你带上去的 所以你不要害怕 你害怕那个什么东西 我呼呼的飘飘呼呼的 好像要出体 他就应该出体啊 你这个什么叫好像要出体啊 就必须要出体 出体以后这个肉身 你真静下心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怎么在天上 在天上以后再往下看 怎么我的肉身还坐在那儿 肉身旁边还有一群同修 周围有很多的冤亲债主 我说哗啦你就会照见了 看见了 你不慌张 你会看到这个是往下看 所以这个时候 你已经是行不 行的是度母愿力 行的是观音愿力 跟观音 没有自己的化光 入了观音了 入了度母了 所以这个时候放下大光明 度母放下大光明 连你的肉身 因为这个通道是通的 他从这刷进去 哗啦怎么样 哎呦 就内外皆光明了 内外皆 特别是外光明是很明显的 身外的光明和众生 身外的光明都就出现了 这是第二步行步秘法的 真正你要体验到 说你已经体验到了 刚才这位同修 哎呦 我要出体 我飘起来了 我觉得整个人飘起来 对啊 这一飘起来 肉体就轻了 这个等于是说 原本是一个这个 你从这飞出去了 这里面没有你了 对不对 你的觉知都在上面了 不在这里面了 如果你的觉知还在这里面 你没有从壳里跳出去 没有跳出三界外 还在五行中啊 人是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 就出去了 这是出了壳了 这个法是很简单的 不是很复杂的 他们都现在搞成很复杂的了 觉得了不得了 不是这个样子 这个实际上就是 上师相应法的巧诀 上师相应法 你必须进上师心中 怎么进 不懂 他们不懂 这是 这个 这个 所以是我用那个什么 如意钩 对吧 这个请度母降下如意钩 降下如意锁 还把你勾上去 钓鱼钩 你上不上钩 你只要一咬钩 啪一吊 上去了 甩上去了 如意锁 降下来 你只要抓住这个绳索 啪 上去了 那这就是通过这个强有力的法 来贯通你的中脉 表面上我没有到你跟前 实际上 发身 这个分灵化气的神都在你身边 帮你这个进行这一步的调控 所以把你摔出去了 摔出去 你就会感觉漂浮在空中 那刚才讲了 只要在老师带炼的 甚至你听那个带工带 DVD来修炼的 都是护法围绕 他为什么他要围绕着你 因为你有法是真法 他如果不护法 他就像警察不抓坏人 他堵止 他要被惩罚的 所以你要不要求护法神 不用 他就是要护法的 只要你有法 他必须护你 有人说你不供养护法神 怎么护法神有怨恨 不是 你记上你天天给警察塞红包吗 没有吧 那警察不是照样去做巡逻工作 照样去做交通警察了 是不是 因为没有塞红包 他就不做工了 法界 他是干干净净的 尽职尽责的 护法神就是要护你的 这是他的工作 就像警察就是要保护你的 他们不能不保护你 不保护你 他有这个独职罪 大家在修佛 你要修处那个佛威来 你真修佛 你不要畏惧 我没给这个护法神供肉 我没有供 五荤哪 又没有供这些 五肉啊 又没有要这个活发神会成 不是 不用供 不用供 他是领薪水的 他要赚供的 但是说老师这样不好吧 是不好 你为什么不慈悲给人家一点呢 二说是要供不畏惧 不是说是巴结奉迎 这个行贿受贿 不是这个概念 这个观念你们要纠正过来 但是又不能有我慢 你要有佛慢 这里面都是一些很深的窍诀 所以这个时候你在出体的时候 你在修行部秘法的时候 不用担心 护法都在那 邪魔外道 他不敢干扰你的 你大胆的修 所以刚才这种 随之吗 有危险吗 我听过老师说过 我们身外身就像糖果 那个妖魔鬼怪喜欢拿去吃了 当点心 不是当点果 确实我讲过这个 所以让你们在出神的时候 要画一个太极球 或者画一个月轮 把自己坐在月轮里面 那个月轮是金刚的 不坏的 所以他进不去 这个确实讲过 那是因为讲到你在家去练 你要这个样子 但是在老师带练的时候 你不用这个样子 你们有法卖传承的 有做过学生 做过徒弟的 他这个一定是有护法跟着你的 师父的护法 化身 分灵化气 都跟在你们身边 所以不用去担这个心 大胆的去练 然后呢 如何保护之 这个时候不用保护 因为上面就是什么绿度母 上面就是观音在看着的 所以这个一定要重视什么 前面的那些法的连通 就是要用月轮送上这个影像上虚空 那么这个真正能够连通度母来 连通观音了 他就在你顶上坐着 你不用担心 这个前面的月轮里面的光中化佛 这个环节很重要 不要没有月轮就在那想象着 想象着有一个观音 想象着有一个度母 然后通我入这个度母心中了 那你这一想象度母没来 一个狐狸精化成的 那刚好就到他肚子里了 就是他连嘴都不用张就被他吃了 所以是这个很多人学 学这个密法学正障了 就是学成精神病的 大部分是这样 就是前面没有德法 没重视月轮观 没重视是光中化佛 只是凭想象着一个月轮 想象着上师坐一顶 想象着 这个是一假一切假 那你既然是没有上师来 你把自己的灵出体了 这个很可怕 很可怕 所以是一定要找一个师父 有一个皈依上师 皈依这个上师 上师他就在护着你 也会教你口诀 所以是这个是大家要重视的 要有这个四皈依 这个就可以自动的得到保护 如何让他回体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什么 本身是个灵体 他比你聪明多了 你还让他回体呢 不用 他到时候他在上面完成任务 他崩他自己回来了 懂不懂啊 你不要什么自己 那个还要他回来 不用的 他自己会回来 但是也要重视是什么 就是你体内的清洁度 那么有一种修炼是死不认识 什么意思 他不愿回来 他在法界呢 就无量光 然后清香的世界 那么他要进到你体内 又是臭烘烘的 所以是这个 有特别是年老有病的 他有的时候走了 就不回来 人就死了 但是我们在法脉内 不会担心这个 不会担心 因为师父都在 然后到时候 师父的使者护法 都会护着他回来 必须让他归体 这是有一些不得师父的这个 没有师父传承的 自己看到一本书 就这么练 太危险了 太危险了 所以秘法一定重视 归一上师这个环节 真正要有一个师父 像我们这又有一个平台 里面有很多的人在这里工作 护着你们 他们很多也是原神都修炼成功的人 所以他们都参与到护法里面去了 所以不用担心 这个我们需如何防之护着 而不让邪灵吃之或气露 刚才讲了 这个不用去担心 不用去担心 实际上我们为你们做了很多的保护层 比方说这个金刚心 金刚心这个出去的是你金刚心里面的那个 因为全息科学告诉你 你真正老是练这个金刚心的话 你里面的那个明点里面有没有金刚心啊 有没有 有金刚心啊 全息的吧 所以你老是观修观修 里面他在那个不死明点就有个金刚心 所以你的明点出体的时候 里面有金刚心 别人还能不能伤害你啊 伤害不了了 已经是金刚了 所以没有办法伤害你了 所以这些东西老师苦口破心的 研发出来提供给你们 包括这个准提镜 都有这种护力 强有力的护力 准提镜 准提镜外层一套这个什么 一圈是那个准提佛母咒 准提佛母咒 他就在防护着你这个明点 不被那些邪魔干扰 当然后期大家要好好修文武百尊法 就是文武百尊 文的四十二尊 武的是五十二尊 这个文武百尊 那修成了以后 他护在你的这个心殿的外面 所以你走到哪里 这一百个佛菩萨都在护着你 你走哪里都没有问题了 所以这是身修的时候 将来往身修 大家都要跟进修的 这就是释迦牟尼佛所强调的是什么 法门无量怎么样 实验学 不是说我修这个就好了 我修这个就好了 我修大海天就好 我修什么 不是 都有作用 特别是在中阴救术 中阴解脱 中阴身解脱的时候 这些都会发生巨大的作用 护着你不再入六道 而在中阴中得到解脱 得到救术 为何在五方佛殿 每尊佛前都能带来不同的场性 气场手印和感应 你说的道巧 他是五方佛能一样吗 他来自东西南北中 那怎么能是一样的 一样的还分东西南北中 对不对 北方一定冷 南方一定热 东方一定有一个生机冒出来 西方是一种刚强绝断的一种力量 中央是黄土的一种滋养 一种滋养 一种功能的一种反应 所以他当然是代表着 他里面有 我以前讲课提到 要在于物 他代表的不是一个表象 原来这是一个表象 不是 他代表着能量属性的不同 五方佛是生成万物的 母体 我们在中国文化里面 就叫金木水火土 在佛门叫地水火封空五大 这五大都是五方佛化现出来的 所以是这样才能成了众生的形体 在这个低微空间 我们才有一个形体 被金木水火土 被地水火封空 用这个材料造出来的 所以这是物质 物质 不是你凭空想想 只是这个表什么 那个表什么 它有这个表 是表示这个意思 但是这不是实相 实相是什么 实相它是物质体 是不同 这个五方 来自五方的不同的物质能量体 来自五方它的属性不同 所以你的感觉是对的 那么出现了如同宝瓶金刚柱在顶上灌顶和开三沟九洞 不是三窟九洞 三沟九洞的首宴 这个在年天洞时为何也出现了在顶上开三沟九洞的首宴 那这个是什么 这是五方佛它的加持力是十分巨大的 五方佛的能量它要进入 它从哪里进入 毗露遮那顶上行 你们只知道这么一句话 实际上 毗露遮那是大日如来 它的能量从五方灌入 必须经过五方佛这个通道下来 下来的时候在你体内必须寻着五个管道灌入 那这就是你的头顶必须出现五个洞 五个洞 这就是为什么你修炼这个法的时候 感相应了以后 五方佛先要把你的头顶五个洞造出来 这就是头前的洞 头后的洞 头中央的洞 头左的洞 头右的洞 这叫四正加中宫 中宫是中间的洞是通连中脉的 后面的洞是通连肚脉的 前面的洞是通连任脉的 左洞是通毛脉的 右洞是通有脉的 这个通过这个才五方佛化成了五方神光 进入你的颅脑腔 也进入了你的胸腔 再进入你的腹腔 滋养你的颅脑腔的气管 滋养你这个胸腔的气管 滋养你五脏六腑 就是腹腔的这个气管 所以我们如果是头顶的洞 冻炼不出来的人 实际上都没有真正得到灌顶 真正的灌顶上是 一定要把你头上九个洞灌出来 就是你修炼这一生 是否在密法中真有成就 摸自己的头顶 有没有洞出来 不要害怕你大胆地摸 看看现在自己有几个洞 一定会三沟九洞都要出来 都要出来 那这就证明什么 证明你真正练到东西了 这就是真受灌顶了 不是说来来来 我给你们灌顶啊 好了灌顶了 这又来个什么灌顶啊 你顶上都没反应 叫什么灌顶啊 叫什么灌顶啊 所以大家要知道不能玩 我们为什么不玩佛法 就是真干啊 真干真受灌顶了 真受灌顶了 所以灌顶有瓶灌有褚灌 就是你不开不开 要用这个怎么样 咚咚咚咚咚咚 有的人老觉得 呀这个痒咚咚 那就是眼睛看不到的师父 就拿着这个褚怎么样 还不开 还再不行拿那个普阿金刚褚带尖的 插插插插下去 哎呦疼啊疼啊疼啊 哎呦 一个洞出来了 没出血 一个洞出来了 yes 所以大家要知道 实修实证 所以这位同修啊很敏感 相应的很好 慧根 这就是你的慧根 前生前世的福报 这一世要好好修炼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为什么要跟上修炼之旅 这个不是在课堂里能得到的 这个我记得之前也给你们讲过 我在中国 我的师父熊春景教授 我跟他走了四十五天 在山里走了四十五天出来 最后我要离开他 跪别的时候 跪下来师父我要回去了 我公司快倒了 那个时候我是个总裁 CEO 我还有三十多号人等着我吃饭 我跟着他跑了四十五天 然后师父说回去吧 不过你这四十五天啊 你这个练的这个 这四十五天 在山中师父们没少给你东西 所以你这个 等于你在家里这辈子哪都不去 天天修炼 什么都不做 练一辈子的功夫 四十五天 所以我为什么会带大家上山 这个就是借山中师父 引太师父、显太师父 我们这个世界已经被污染的很厉害了 光是这个电磁波的污染 现在一人一个手机 家里都是什么 到处都是这个信号 这个社会上的 所以他们不在城市上空 很少在城市上空行走 为什么 不小心 哎呀又被哪个线波搞一下 这边又搞一下 所以他不愿意下来了 你看这个线波 线波它是一个光鼠啊 它是一个能量团啊 所以是 那么只有在大山中 师父们在上面 跟你连接才比较容易 就是远离这些信号 为什么把你们手机都收了 后来 就没有这些信号 哎 这干扰就少了很多 哎 这个时候相对就清静 哎 你就容易接触到很多东西 所以要这样修炼这一生才能成就 那么你想这一辈子要成就 一定要跟着老师斗上山 不同的 不同的 跟你在这个世间中 这样修一点丢一点 修一点丢一点不同 那就是真练几天 凝聚几天 它就固化了 后面讲单再给你们讲 所以这个呢 是出现手印 你现在就懂了 是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反应 欲丹金丹子金丹 圣应圣神为何须炼之 修此丹何用 请老师开始 此三丹有何不同 是否与我们洪光珠和黄庭有关联 洪光珠的旋转是把你自己的身体的 耗散结构态 变成一个凝聚态 原来你是通过眼耳鼻舌身意大量的向外耗散 所以你怎么样才能够不再耗散 你必须旋转你的洪光珠 向右后左前的旋转 这个时候你的毛孔 你要炼成空性了以后 整个太虚空的能量 都向你的洪光珠心里面去凝聚凝聚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第一步 炼洪光珠 洪光珠是你的什么 是地藏菩萨手中的火龙珠 地藏菩萨所有的传记里面 寄藏的地藏菩萨 他是怎么成佛的 怎么成菩萨的 因为他最爱的是母亲 你看光母女啊 婆罗门女啊 都是因为救度母 所以这就是代表着母性的能量 母性能量的回归 在地里面的地母的能量的回归 那这个就变成地藏菩萨手中的火龙珠 这在密法里叫什么 红菩提 早就教你们了 红菩提 红菩提的凝聚力量 把母性能量 母性能养 父能生母性能养 所以是 那这个红菩提的能量 就大量的从法界凝聚在你的身体的下腹腔 这就是洪光珠 有了这个你才有什么 火 有火 有火你就死不了 人只要身体是温暖的就死不了 人变冷冰冰了 那就是死尸了 不是吗 所以是这一把火 是你长寿的源头 所以一定要重视这个火龙珠的修炼 这是黄庭中央一点 那么是不是跟你这个修丹有关系 大丹原成者 就是黄庭的真正的开启九重铁帘的人 就是大丹原成 这一个光点 放出的光上入上丹田 中冲喉轮 上到顶轮 再到眉心轮 再到喉轮 再到你的心肩轮 再到你的肚气轮 再到你的生质轮 到你的海底轮 到地心 到天心 都是从黄庭一点 大丹原成才能完成的 它放出的是三百六十度的光 不是一个面向的光 是同时刹那三百六十度放光 放光的时候 同时它放出光的时候 同时三百六十度的光 通过反作用力 又凝聚在这个黄庭一点 当凝聚的同时 它又释放着 所以这个叫等流身 在秘法中 就是什么意思 到这个时候大丹原成了 然后你进多少出多少 出多少必须进多少 它进出是一个动态平衡 所以叫不生什么 不灭 它没有生也没有灭 因为它生多少灭多少 灭多少又生多少 不生不灭 动态平衡 这叫大丹原成 这是必须在黄庭才能练成的 这是真正的大丹原成 那么至于说玉丹 玉丹它是下腹腔 凝聚起来的高量级的能量体 它是物质的 你们中间很多没有上月还丹班 但是你们现在如果做了VIP会员 现在就可以跟上来来上了 因为VIP会员你可以跟老师 所有的课程都不再要钱了 否则你们还要交玉业还丹的课程费 才能有资格进去修 玉丹它是能量体 是真实的物质的变化 不是你们想的一个点 所以这个是在下丹田要完成了 金丹是在胸腔 这个胸膏上面的要完成的 因为它必须把黄庭的一点光 透过那个孔进去你的胸腔 那使这个能量体变成金黄色 那这才叫什么 这才叫黄金丹 金丹 金业大黄丹 但是所有的玉丹金业丹 本体都是液体的 它前期是液体的 最后凝固成固体的 它是经过这个 液体 气体 光体 就是固体 最后变成个光子 就像这个水晶球一样 变成固体的光 固体的光 你们知道这个光有这个 光只是光 不是 今天科学家终于发现了 光有四种状态 气体光 液体光 固体光 还有一种 是吗 叫什么呢 阴体光 光是可以变成阴的 光波可以变成阴波 这个在释放了 四种状态 不是你们理解的 这就是一个光 不是 它是有四种状态 科学家最近刚刚报道的 研究出来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传统的 为什么叫金业玉业 紫金业 没人懂 但是修炼过来的人知道 一定是液体 液体以后 过了以后 变成固体 变成固体以后 透明 像核一样的 像一个光子一样的 见小月明 那么紫金丹在哪儿完成 紫金丹在颅脑腔里面完成 就在上诞天完成 那么最后大丹圆成 紫金丹 黄金丹 然后玉叶丹 最后在黄亭炸丹 变成五亮光 融合成一个光子点 这个极大就是极小 极小就是极大 这才完成了大丹圆成 大丹圆成 那这个 这个时候人的身体 开始变成光化 紫金丹完成的人 在颅脑腔完成 他开始有一点 身体透着一种 金黄色和紫色 大丹完成的人 开始变得透明 所有的颜色都变成 透明色回归 无色 所以这个呢 这些要完成它容易吗 不容易 因为你要把玉界天 色界天 无色界天 无时节生死轮回的 丢失的东西 统统收回来才能圆满 容易吗 不容易 怎么收 你人在地球上 你怎么去玉界天六重天收 你要去到这个 这个 叶摩天 已经出了地球了 为什么 之前给你讲 喜马拉雅山山顶 相当于这个 我们全西的 相当于这个 这个 这个道立天 叫地居天 地居天 在网上的叶摩天 就是没有白天黑夜了 大家知道 怎么样才没有白天黑夜了 太阳系里的星球 都总有一面朝向太阳和背向太阳 那这就是一定有白天跟黑夜 但是这个夜摩天 它就是24小时永远的 不是24小时 永远的没有黑天 那它就是什么 已经超出了什么 太阳系了 今天人类的飞船 还没有一个可以穿透过太阳系 超出太阳系的 所以在夜摩天已经出了太阳系了 你怎么上去告诉我 怎么去收拾灵光 你不到那你怎么 不到地定观 你怎么收拾灵光 那何况再上去 我们的这个第四天 兜率陀天 迷了菩萨的净土 怎么上去啊 再往上 还有两重欲界天 怎么上去 告诉大家 你必须有身外有身 这个身外有身 叫得意生身 这在楞严经中 所以只有这个身体 它是光做的 它可以穿越六欲天和地狱出生 恶鬼道去 这就是原神体 用我们体内的阴阳做父母 化生出来的 光中化出来的 加上五脏光的化链 成就了一个有形体 肉眼不可见的 在法界可见的 这么一个原神体 这都属于得意生身 当你这个原神收拾了六欲天 和其他五道的丢失能量以后 就可以凝聚玉严还丹 丹必须是圆 那就是丢失的能量必须收回 所以只有原神能帮这个忙 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 在练玉丹完成之后 通连了任督二脉 毛友二脉 中脉 这五条脉都冲以后 再往上继续修 修的丹会停落在这个中丹点 停落中丹点以后 这个时候 因为染了黄亭色 所以它是金黄色的 透明它染了黄亭色 金黄色 叫金丹 玉丹完成的人 玉丹会炸开光中化佛 这个时候不叫光中化佛 叫光中化神 因为里面还有染 去掉染以后 圣的里面还有阴阳 所以它只能化神 有阴阳就叫神 它不叫一针法界 一针法界没有阴阳了 所以这个时候才能够什么 这个玉丹画出来 这个玉丹画出来玉神 玉神 它已经没有人欲界的 这个欲望了 所以它 它生到了色界天 它可以穿越十八重色界天 那这就是欲神 这也是得以生神 然后生身就是真有身体 大家在这个楞严经看到得以生身 说到身的时候又相当于什么智慧 这是纯是不是实证者说的话 真实证者就是身体 就像你现在有个身体 狗有个身体 那真是身体 这个虽然是在比锦空里面 它是幻神 但是在现在的圣意有里面 是真有此身 所以玉神真有此身 它在才能去十八重的色界天 去收拾在十八重色界天 丢失的灵光 凝聚成能量体 收拾圆满了 再上升到颅脑墙 上升到颅脑墙 就变成紫金色了 变成紫金色了 变成紫金色 变成紫金丹了以后 才能化成圣神 这个才能够进入四空天 我们的体内的四空天 我们的色界十八重天到喉轮 这就是最顶的一个色界天 所以它叫暴身轮 什么叫暴身轮 将来你们修成的暴身 是在色界天的最顶端 叫色究景天 才有一个暴身 所以你们的喉轮最顶端这个地方 就是暴身佛果 叫受用轮 就是暴身轮 就是这个道理 你不要把密法都乱学了 那么再上去是什么 四空 四空 就是你的颅脑腔里面是个空腔 它就是四空天 四空天到了头顶盖 这是四空天最顶的最高天 再往上出去就到一阵法界了 人体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么四空天 只有在内在的四空天 对应了外界的四空天 只有圣神 也就是你只有金丹完成以后化成的圣神 才可以去 才能收拾四空天里丢失的能量 物质 灵光 灵光都收拾圆满 你才能成佛不是吗 功德圆满了才成佛不是吗 你没有身体在色界天 你没有身体在无色界天 你没有身体在六余天 怎么能把东西收拾回来呢 说是一大密法一大密教 何其甚好 哪里像你念个经念个咒 拜个佛 扣个大头 扣头是让你扣出师父来 因为你不停地扣头 尚且师父慈悲了 算了 给你一个师父吧 是天天扣头扣头的 头都扣破了 这个给你一个梦式 你去哪里会找到你的师父 说很多人跑到OS来 都是做了个梦才来 有的人说是有一股力量指引着我来的 那这个就是你的感动 感动的诸佛菩萨 给你个师父 让你终于找到他 所以前行加行的目的是让你找到师父 找到师父 你才能这一辈子不辜负此身 此生成就 此生成就 这是这个 圣神 圣神收拾灵光圆满之后 这个时候 能量体回归黄庭 这个叫大地路程 山河粉碎 一切的东西回归到一个点 这就是完成了大丹圆成 大丹圆成 大丹圆成之后 里面画出来的是圣鹰 它是金刚佛 是不死明点画出来的 所以它叫报神 是报神 是圆满 果报神叫报神 有了这个报神才能化神无量度众生 所以在报神成就以后未圆满 这个时候叫法王子 当你法王开始行道 法王子成道法王的时候 去行道于人间积累功德 当度之众生 皆度尽之后 那你才能够圆满成佛 就成就佛果了 所以说我们《楞严经》说 无着恶事事先入 来到这个无着恶事 我们是要求法 修法成法王 成法王以后度众生 众生度尽了 我愿一见我成佛了 《楞严经》是一部成佛的方法 里面有童真身 童真身就是你的报神 就是明点化成 不死明点里化成的 童子身 是真有其身 真要看到它坐在莲花里 那这是大圆满 这个次第里面的东西 然后它在长成以后 这个变成法王子身 出体了以后 变成童子 童子最后长大了 到十八岁了 可以 国王要交代他去干事了 所以是给他灌顶 受灌顶味 然后这个时候 他受了灌顶味以后 可以继承父的仪博 父亲没干完的事 他要去干了 佛没干完的事 他要干了 所以才叫法王子 法王子以后 他开始干事了 就叫法王了 那在人间叫活菩萨 活着的菩萨 老师没听说过 你真耳背 释迦牟尼活着的时候 多少活菩萨 那个是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 两千个大菩萨 常随释迦牟尼 到处讲经听法 难道他们死了吗 他们不是活菩萨是什么呀 怎么可以说 死了才成菩萨呢 你咋这么笨呢 怎么没听说呢 原来你一天佛经没念 一句佛经没念 念了为什么说那些大菩萨 是死了才成佛呢 为什么你活着就不能成菩萨呢 给自己个掌声吧 哎呀不要再整天想了 死了才往生 死了才修到成功 是这样成的 所以你为什么要练圣音啊 为什么要练圣音 你不练怎么成啊 怎么成啊 这是严格的一个次第修炼 缺一不可的啊 这个在修炼之旅时 有一天晚上我和同修发现屋内 有一只昆虫的翅膀粘在桌上 不能飞 同修飞了九年二虎之地 才把昆虫的翅膀揭开 另一天在黄庭典时 师父分享大和尚为了报恩得 投胎为牛的故事 也提到不换因果恒生众生的道理 听完后另一位使友觉得 我们不应该救那只昆虫 认为那是在换因果 请师父开示 应当不应当救 你们说应不应当救啊 救众生远离恐怖 这是大菩萨要做的事情 我没有说不要救牛 不要救这些生命啊 老师有这样说吗 是有人要杀他的时候 你在现场 他心生恐惧 求救的时候 这当下的因缘 你不救 你就不是个大菩萨 要杀这只牛 牛流着眼泪看你的时候 你身上有钱 你不花钱买下这头牛去放生 你不是个大菩萨 你连点慈悲心都没有 今天他们不是去屠宰场买牛 是从老奴家里买头牛 然后去放在那个地方 这就叫多士 这就叫多士 所以我们见杀不救 不是菩萨 不是真修行者 就是见死不救 都不是大菩萨 所以这个昆虫 它的翅膀不小心 粘在桌子上了 那你不救 它就是个死 你看着它死 何其残忍也 怎么可以不救啊 所以大家要知道 要救 要救 有的人 有的人看见 因为我们在那边住啊 这个很多蛾子啊 虫子飞到家里 我每天早晨一醒来满地都是啊 有的人看见那个虫子死了 还想救它 这个对还不对啊 对 但是是要超度它 不是想着我念一个字 它就啪啦啦啦飞走了 是要超度 给它办超度 并且把它的遗体要妥善的安置 不要踩来踩去的不去理会它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要会听老师讲法 不是说这个老师说 见死不救 见杀不救 那你慈悲心都没有 不是这个样子 在修律多母本尊法时 观到净化过程中 我的全身体的脉都是金丝光线 双肩的父母和九族等 也在净化过程中成金丝光线 请问为什么 我们的所有的脉 中央都有一个DNA的螺旋 DNA的螺旋 最后都要放出一个光束 才能化成无量光 包括你的细胞 合里面都要化成360度的光束 光丝线 这个在密法中叫白丝光脉 白丝光脉里面在黄庭 这是我们这次传法 我奉命传出来的东西是 很多很多 我不好说多少年 没有人传出的东西 也就是黄庭怎么进去 黄庭里面的力量怎么使用出来 只有黄庭的力量使用出来 才由白丝光脉变成金丝线脉 那个力量里面就不一样了 透着金黄 透着真线 透着金佛的力量在里面 所以你观到的这些都是实相 那么所有的众生最后都要化光 化光只有光丝 光线 三百六十度的光丝 出去 所以没有人了 没有众生了 所以要以相见我 以音声求我 世人行 写道 若见诸相非相 实践如来 你看到的众生的如来 相光了 这就是你真是有福报 你自己心境还能映现出来 为什么养生大健康之旅回来的前提前 视觉比较弱 每个人修炼的时候 不同的阶段要有不同的反应 这位同学没有说假话 那在修炼之旅的时候 你的身体已经开始由 耗散结构变成凝聚态结构 大量的能量 不再供应你去看去听 而是什么 而是像内在的五脏六腑 细胞核里面去凝聚化变 这个时候你的眼睛要靠光 要靠能量去支撑 所以就看不清东西了 要大量的向内走了 甚至耳朵有点聋 因为它不再向外冲击你的耳末 而是向内收敛了 所以这些都是正常的 这是过程 当你这个体内的能量 达到一个饱满度的时候 眼睛就更亮了 耳朵就更敏锐了 甚至以前听不到的声音都听到了 这个是过程要注意 这是正确的 不用担心 加强内敛 在修律度母本尊时 由觉受到自己本具神通力 能下甘露 撒尽法界和众生 这是正确的 因为刚才讲到 你修到行步的时候 你已经是在上面了 你就是那个度母了 但是这个时候你不是度母 是你化光融入度母了 跟度母成为一个整体了 那这个时候是在上面成为一个整体 那么度母再放光 你当然就看到你在放光了 那这是无我的一个修法 就是相应了 这是很很正常 但是修完法后的想法 这一想法就完蛋了 这一想法就左思右想了 不是吧 前面是观到的是法界实相 这一想法就退到第八意识 第七意识了 所以是 但是修完法后的想法是 这些觉受固然好 但不是很实际能绑到众生 请问弟子应该如何正确看待此事 老师已经点了 你不要再胡思乱想 左思右想 既然动地放光了 但所有被光照耀的众生 都得到巨大的利益 这是实相 怎么会说没有大利益呢 所以你这个是 自己动了自己的八识了 你看到放光这个环节 不是八识 是实相 观到的实相 所以大家要远离八识 要不动念 不起心不动念 不要 否定自己的所观 否定自己的成就 是真度了众生 和你有缘的很多众生 你和度母化成整体的时候 你是度母力量中的一个部分 和你有缘的众生 通过量子纠缠都得度了 都在度母的光中 受到了无比的大利益 和受到了喜悦 要yes 要肯定 掌声一下 不要再去退 这个我们在修绿度母的时候 老师是传观想法 而没有奇请文修仪轨 会好像练拳不练功呢 你那个拳是花架子 不能够不是真功夫 老师教你的是真功夫 不用花架子 什么意思 人家要来打你 你不要过来 搞了一堆花架子 结果人家是武林高手 人家哼一拳你就倒地了 花枪修腿没有用 所以你念七请文 念仪轨的目的是什么 能够把度母请到啊 那度母已经到了 你还要再请吧 这就是真功夫和假功夫的差别 这就是演戏和真功夫的差别 你瞧楼打鼓又搞仪轨 又搞什么 这是事业部 且不说是事业部 度母来了没 没来 度母怎么样才来 你非得把顶轮百会 会因天地连接一属光上去了 通过这个光丝线 连通了法界 然后这根线跟度母联系了 跟一真法界联系了 然后你再把度母的 我要请的度母的影像送上去了 法界的那些护法金刚 一看张补生今天要开大法会 要请度母 他去禀报度母 度母分灵化气 啪一来 再把法界光一聚 就光中化现出度母了 这个时候度母已经在了 你还要在那齐请啊 啊 张补生你来吧 张补生你来了 张补生你来了 张补生再跟前你还要这样念吗 你不赶紧要问事了 不就 哦 师父你来了 哦 我要办一办什么什么事 是不是 就直接干事了 你还在那齐请来齐请去 你这不是眼瞎吗 师父已经站着 你还说师父你来吧 师父你来吧 那些东西都可以省了 真密法是这样的 但是一般的法师 一般的师父他没有通灵 就是这个地方没有修通 他很难修通 因为他不得法 三半七轮很难修通 所以他要用什么呢 用这些仪轨 那多长时间能请到师父呢 那他先要念安土地真言 念齐请真言 然后再发文书给城隍 城隍再上去给田庭 田庭又传递给护法 护法又传递给杜姆 这一个转一大圈文书 在新加坡你要请李显龙 没有三个月你得不到答复 不是吗 那不啥事都凉了 啥事都耽搁了 因为你见不到李显龙 你只能给他的一些 能够见到他的人 那个人也见不到 只能送到总理公署 总理公署要看李总理是不是出国了 然后这转一大圈 你这啥事都耽搁了 这就是普通的不修正的师父带领的法会 一般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没有提醒到 没有提醒到 就连事业部都没有成功 就很可惜 就变成了演戏 那么我们是不懂的 你往这一坐 然后头顶一放光 你们的头顶也一放光 然后心间连一开 整个的这个空性已成 和法界成为一个整体 这个时候你送上信号 一起请立马来 立马来啊 赶紧办事干啥呢 师父那么忙 你再啰啰嗦嗦 你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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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早就坐那了 你还能让人家来 所以大家要有点真正的正量 正量 是不是没有修过 律动母仪轨的人相应比较慢呢 不是这样的 这个相应不是仪轨 仪轨是为了按照一个程序 把这个师父请到 把这个师父请到 请到了这些前面的前行加行 都就不需要了 都就不需要了 你直接办后面的事 就是正行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基本上 我们的前行就很简单 那么因为师父已经请到了 在前面你练指观的时候 练这个月轮观的时候 已经请到了 请到呢 你就很简单的一个 一个仪轨 完了接着就进去正行里面 去办事的 所以这重视真正的秘法 是这样的 并且到了最高层次的时候 如果不是为了带你们 要我要办点事的话 那就是秒变 什么叫秒变 就当下一变就成了 当下一变就成了 不需要这么复杂 是为了引导你们 才还有一点复杂 这个在大圆满里面叫什么 无修无正 大圆满 因为你当下既是佛 当下既圆满 你还求谁呢 还是给你们一个掌声 加响一点气意吧 这个慢慢去体悟这个 谢谢 现在世界各地的灾难太多 太重 而且太快了 在以前古代的时候 杀生用的是人力 数量不会一下子累积很多 但是现在杀生是工业化 企业化的 杀生的数目是难以想象的 金刚撒头 净除罪障 比较是针对我们学佛的人 一个佛弟子如果違反了 各种戒力或是三明也戒等过患 我们可以通过金刚撒头来忏悔 那有很多不是佛教徒的人 或前世我不是佛教徒所犯下的 因要如何忏悔 在讲课中我一直强调不二 金刚撒头它是什么 若以相求我 以音声求我 是人行解道 金刚撒头它是什么 所以是 它是那个光 它不是佛教徒 它也不是基督徒 它也不是什么徒 它什么都不是 它是万物的创造者 万物的创造者就是那个无量光 就是你以相求我 以音声求我 是人行解道 你以为金刚撒头长那样 你以为金刚撒头是那个形象 那只不过是因为你们执着 不给你一个相 你的念定不在上面 所以就给你一个相 圆满的相 就变成金刚撒头相 所以大家要知道 你们不要追求什么相 你追求相就二了 既然是无相 哪有什么佛教徒 哪有什么基督徒 众生皆有佛性 哪有什么小鸟 哪有什么蚂蚁 哪有小草 只是分别 无非是心中不死明点的那一点 点儿 那就是众生之实相 每一个众生 他是基督徒也是这样 他是伊斯兰教徒 他是佛教徒 道教徒 他不是什么徒 也是这样 也是那一点灵光 才是他的本尊 才是他的真身 肉身 气身 都不是 都是一种幻象 是因为因缘 他的因缘是生为做草 因缘是生为蚂蚁 因缘是生为驴 生为人 他在献这个像 万法因缘生还从因缘灭 因缘灭是 他还是一个点儿 那一点灵光 那就是他的本尊 所以讲了这么多法 你为什么觉得金刚萨陀 只度佛教徒呢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还是给个掌声吧 你们快睡觉了 师父在那天在金马轮时 我没什么感觉 但是这两天 在我要静坐 手持定音时 我的手就不由自主地摆动了 就像是右后左前 右后左前的转动 只要我不动 他就动不停 我应该怎样控制 还有那些在修度母时 我也觉得我摇动到 连我的静步也有点像印度人的动作了 是不是这样 整个脖子转转 屁股扭扭 这叫灵动 灵动不要控制 你这个就是 在体内的灵力产生的时候 自己的气必须是运动起来 只有在这种灵动里面 你的那个七万两千条脉才能够疏通 所以不要死坐在哪个地方 至于说 有一些大师 包括乃焕金老师 讲说静坐之中 如果产生摇动 是怎么怎么样的 这是另当别乱 另当别乱 所以是因为他没有进去灵动过 这个很多名气很大的师父 并没有得了异全法 只是得到了一部分法 所以你们要学 要学跟很多师父学 不要只跟张不生一个学 所以谁有真正值得你们学习 都去学习 那法门无量实验学 不要听一个人说 你坐的时候动不对 这就不敢动了 你那个地方不通啊 你这个晃一晃它就通了 为什么不晃啊 为什么听某个人说了 你就不慌了 是不是 那么他所说的这个不要乱动 是因为怕你们被附体啊 你不懂这个啊 你在静坐的时候 你没有师父没有护法 然后你突然的手胳膊乱动 哎哗哗哗哗的 这个时候这个叫什么 下童啊 上身了 上身了 这个可怕 这是你不动 不动那个东西看 跟张不生不好玩 走了 去找一个动的 他是讲的这个部分啊 你不懂他讲的前因后果啊 但是我们有师父的 到时候还让你灵动呢 对不对 你们在山里还要把你们动起来呢 怎么可以不动啊 哦 所以是要学了意的佛法 学完整的传承啊 我这个跟几个师父都是 像熊老师我这跟了二十多年 现在还在学他的东西啊 哦 这个叫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就是这个一辈子都要学他的东西 因为他是真正的大师啊 所以是大家要知道 要跟一个师父跟到底 那就证明这个师父很厉害 所以是有一些人跑到OSS来 一下子上瘾了 什么叫上瘾啊 就像喝酒喝不喝难受了 就飞得来 为什么上瘾了 他一来一看 哎呦我的妈 我这外面晃了二三十年 才学了那么两三招 怎么拜 怎么那个 怎么到老师 我的妈 就跟海洋一样 这怎么这么多东西啊 然后学个没完没了 啊 然后这个什么东西都要学 什么东西都要练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东西 你没有问问啊 哦 是说啊 那你才知道 这是佛法的海洋 啊 这是源头 这是一个传承的一个海洋 所以是有无量的法给你 所以不要担心有一天老师讲不出来 在这啊 啊 没东西讲了 不会的 这一辈子 这个活到老 讲到老 你们慢慢来听吧 OK 掌声一下吧 在槟城和新加坡绿度母修法时 我身上动得很厉害 像螺旋式的手势和身体 我想知道为什么 同时我也每天头疼 当修炼之旅结束后 我感觉到头部和肩膀 有更深重的力量 好像是有一属能量从我头顶冲下 已经查过血压了 是正常的 很多人这个把八楚反应当成病 哦 这个是要批评的 都给你们讲了 有沉重感啊 大的感觉 小的感觉 浮的感觉 沉的感觉 冷的感觉 热的感觉 麻的感觉 脏的感觉 痒的感觉 这叫八楚 八楚就是你的这个 在体内的经络里面的气在动的时候 产生的这些 像虫子爬 蚂蚁爬的这些感觉 这都是正常的 像你这个就好像有山压着你 尖也沉 到处沉 这是正常的 这是这个叫 这是你的能量开始往谷里变化的一个反应 这是地水火风空五大的一个变化 这都好事 不要去管它 过一段时间它又变化了 不要在意它 那这个 为什么你会打螺旋的手势和身体在有一种螺旋的 那这个所有天地能量在进入你这个载体身体的时候 都以螺旋方式进入的 那你同步配合上去 这很好 这就像这个金刚柱 它实际上是一对一对的 就是八个 八个边 它是四对 就是两两相对的 这一相对中间才能生成什么 光束啊 DNA嘛 你们知道吗 对不对 那这个阴跟阳一碰撞一碰撞 才成成点点点点的光 最后形成一个光束了 所以一定是螺旋的 为什么来自这个呢 天是整个螺旋的 你们知道整个地球在转的时候 天是一个螺旋 地本身在转也是个螺旋 天左旋 地右旋 地气升升 上升 天气下降 好 这才旋 旋才放光 不是吧 所以你为什么不旋 应该旋 但是你们中间有人听说应该旋 又自己去旋 那又错了 一定是顺着它走 感觉有那个旋劲就去旋 不感觉 你该这个时候是上下窗戏 那你就上下窗戏 有的人就拼命跺脚 你就跺脚 这叫灵动 不要人去命令它怎么做 千万要注意 这是真修 真修是讲一个顺字 不是你主观的一个命令 这都是正常的 在金马轮修炼之旅是某几个地零点 当我闭上眼睛时看到有一双圆圆黑色之眼 在白色背景很久一下 请老师接一大火 这是你的第三只眼 第三只眼又叫天眼 天眼有多大 天眼有多大 它就多大 怪吓人的 一个大眼睛瞪着你 那是你自己 OK 不要害怕 这是一个过程 请问我们可以用金色的珠宝 在我们心中去奉献给上师们 当我们练功时 还有用同个珠宝连续去奉献 在接下来的练功 他的意思 这个我拿来供了金刚萨陀了 我就不能再供绿豆母了 大概是这个意思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你供出去的是他的厂 并不是这个东西不见了 厂是光化的 所以你用这些宝类的东西 或者黄金或者白衣 你只是奉献的他的厂 厂有个什么特点 可以一化十 实化百 百化千千 千万 所以你家里的那些供的水果 什么东西 是不是一个佛前要摆一个水果 不是 是可以化成无量 化成无量 所以大家要重视这个 不要着相 像我这个给张老师了 那李老师我给什么 我又再去买一个 或者我要供十个佛 买十个金刚柱 那你就不是浪费吗 所以你就是分形化器 把这个 这个一模一样的一个金刚柱 供了就行了 供了你再一观修 又供出去 给另外一个佛 或者同时化成无量 都可以啊 所以不要执着在物质界的一些念头 我也和一些同修们 有些相似在金马轮和宾城灵动时 手脚身体摆动还接手炎 回来后发现在那些无脊转装时 手脚身体也摆动接手炎 在OSS中心的佛堂 像世子们顶礼拜时也出现以上的情况 同时接手炎 灵和八十中过去的一些法 信心的一些连通 用接手炎的方式疏通自己体内的内在脉轮 这个应该这样做 你不要老是执着自己的肉体所知道的东西 而是这个就是顺应灵体的作为 顺着它做 那么这个叫金刚五系 金刚五系 那这个大家可能都没注意到 我们有个小神仙啊 十三岁那个小孩 那他这个在所有的灵动场 他跳的舞特别美 你们下次如果是 我们有录像 你用他跳的舞跟大宝法王跳的那个金刚五 在对照一模两样 不两样的 一模一样的 十三岁啊 为什么会跳金刚五啊 说是在你的八十意识库中 有很多的过去是练过的东西 在完全主观意识被屏蔽灵感起来 灵动起来的时候 他会把八十东西展现出来 你说十三岁的小孩子装 他装不出来 他跳的可美的金刚五 金刚五系的金刚步 所以说大家要重视这个 这是正常的啊 在静坐只观时 如果个人观到一些景象法禅 是否还暂时在定界之状态 还是观看到佛性 大家在静中 无私无虑的时候 引现出来的东西叫大圆镜智 不要否定它 这是真的 这是转八十乘四智 你的第八阿雷耶识 进化以后 展现了大圆镜智的影现 这个叫圣观 什么叫圣观 就完全无我 无人 无私无虑的时候 自己的圆镜子中 引现出来的东西 这次叫圣观 在神圣的 无我的状态里面 产生的景观 影像 图像 人物 传法 这些都叫圣观 我们又叫镜 镜像 镜是净土的镜 像是成像的像 镜像 镜像 就是在镜中 呈现的镜像 是真的 当然在某种程度 它又是幻的 你不要执着它 但是在当下 它对你就是一个真的 就像你现在真的有过身体 一样是真的 要肯定它 对于新人上山 请问新人是否会自动吸收幽精回归体内 还是我们要学习和应用一些技巧去达到目标 幽精的回归 是在你的身体里面 由耗散结构变成凝聚态结构的一个自动回归 就像你是磁铁了 铁钉一定会自动吸回来 并不用还有什么方法去找铁钉让它回来 不是 你是磁铁了 铁钉自己会回来 当你的身体变成凝聚态结构 不再耗散自己的灵光的时候 灵光会变成一个强有力的 像磁铁一样的一个能量体 自动把光丢失的外在的幽精吸回来 吸的是那个灵骨上的那个光 所以大家要忠实 开后轮是什么感觉 这个开后轮应该我理解的就是 后脑的这个脑户 这个部分的后轮 这个不一样 每个人呢不要追求是一样的感觉 有的人发胀 有的人就好像有个 有个电钻 滋滋滋在沾他 有的人好像拿着锤子叮当叮当叮当的在凿他 所以这个都是不一样的感觉 总之拔出反应都是真实的 不要去追求 什么感觉才是对的 什么感觉都不要再用回忆的方法 让它再复现出来 就是过了 下次有没有 未必有 绝对不一样 时空不一样 场景不一样 你如果用回忆的方法就错了 这个二组地道八组是讲到 不回忆很重要 只有不回忆 旧的去了 新的才逐渐的在深层次展现出来 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答一 最后一个问题也就答完了 值得高兴 为什么 这问题越来越有水平了 给你们个掌声 好吧 好 谢谢 好 谢谢